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追星不摘星 王一博再度遭到私生围堵 网友呼吁请保持距离 结束集讯后 首度亮相 王一博在忙完天天向上录制后 却遭到了私生犯的围堵 是可忍孰不可忍 请保持距离 相互尊重 别再借着粉丝的名号去围堵他 这种现象再度出现 确实让人愤慨 这种行为举止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不要因为他是公众人物 就这般肆无忌惮的跟拍 为了各种的利益 而干扰到别人的工作与生活 想来想去 他们都说 谁让王一博太红了呢 是啊 红是原罪吗 红就需要被镜头24小时紧紧盯着吗 同样试问 如果他不红 你们是不是也赚不到红利呢 各种的直播 各种追着行程 各种角度的拍摄 为的目的就是利益而已 如果粉丝不买账 相信他们也不会这般的疯狂吧 所以追星不摘星 我们约束不了代拍 私生 只能说如果喜欢他的话 就不要再观看这种信息 更不要再给他们拍摄的视频点赞打赏 只会增长他们的气焰 都说私生不是粉丝 既然都清楚 可是他们为何会如此疯狂地围堵呢 我们到底能否抵制有用吗 我想更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约束才可以 纵观王一博这一路走来 着实有点不容易啊 且不说大红后 各种的蹭热度 被质疑 被诟病 被造谣 被乱扣帽子 就连私生活都会被紧紧盯着 也是让人想说 红了是好 但是红到王一博这个程度 着实有点心酸 许多的机会都是自己去争取的 你说他幸运也好 说他怎样也罢 如今的红 只是恰到好处了而已 如同他自己所讲 做着跟以前一样的工作 有好有坏 但是却不能出门了 公司不作为 出问题节奏也跟不上 节目中却用一句傲视的话来评价 王一博的路线是可以复制的 只想说 说出这句话的人 终究体会不到事态严良 谈不上共情而已 总归想说 追星不摘星 他的私下生活 请保持距离 相互尊重 追星就应该在公共场合见面 舞台上的他才是我们应该喜欢的风光无限好 而不是私下的点点滴滴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总归都是利益驱动下的结果 因为他是王一博 多少人喜欢 甚至开始了太多不理性的行为 才会萌生了这多的私欲 才会出现了所谓私生犯 着实有点可悲可叹 放过吧 别用爱这个词 是一种玷污的表达 王一博他不过是一个平凡之人 因为一个角色 因为一个舞台 因为一支舞蹈 也许因为一个侧颜 让你对其喜欢 他能做到的就是去释放传递自己的价值能量 把自己的有价值的东西拿来分享 我们从中获得益处 让我们的生活积极向上 让我们身心愉悦 让我们变得更好 这才是喜欢他的所在吧 追星是快乐的 而不是一场奔赴痛苦的过程 最后呢 还是那句 请保持距离 尊重彼此 保持平行线的距离 才产生美 焦点太多 只会一团乱麻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